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没骗你 据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开封还就发生过一件气案 直到现在都没能彻底破解 怎么回事呢 1990年6月23号的晚上 天气非常晴朗 可在开封式的夜空中 却突然传来了一阵隆隆的打雷声 大晴天怎么会打雷呢 没等大火鬼火神来 更加吓人的怪事又出现 有人看到在黑漆漆的天上 居然出现了一个高速运动的大火球 我一抬头看到天空上 从这个西南方向向东北方向 一条橘红色的火龙 打过来 然后又掉落雾体的声音 咔咔咔咔咔咔掉了 您可别看老徐现在很平衡 可在事发当时 他心里慌得很 您想想 那么高的天 那么大一火球砸下来 谁说得了 搞不好就得出人命 所以呢 身为派出所副所长的老徐 在第一时间呢 就召集了人手 沿着声音发出来的方位 是挨家挨户的去查看 很快火球的落点被找到了 就在开封市专桥街的24号院 我们把门敲开以后了 发现这个东西呢 把这个树砸断了那一支 树向上放了自行车 砸坏了 还真是走运 只是砸坏了一辆自行车 没有伤到人 这让老徐呢 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不过呢 等他用手电筒这么一照 哎 心里他又咯噔了一下 为啥呢 原来顺着手电筒的光线 老徐在砸坏的自行车旁边 看到了一块 奇怪的东西 这东西是啥呢 您瞧 他的体积不大 开上去呢挺厚实 可您要是把它拿起来一掂量 又感觉没有那么重 摸上去呢 还有点凉素素 让人知道寒碜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老徐当时啊 他就怀疑 他说应该是飞机上的一个零件 因为在天上出现火球的时候呢 他好像听到了螺旋桨那样的嗡嗡嗡的声音 所以呢 他就分析 他说可能是某架飞机啊 失势 在空中燃烧解体碎片掉了下来 恰好呢 就砸中了这辆自行车 哎 听到的 不过呢 这想法呢 很快就被否决了 为啥呢 因为老徐后来啊 他专门去问了航空部门 而航空部门给出的答复是 在事发当晚的那个时间 压根就没有飞机经过开封的上空 更别提解体坠落的事 不是飞机失事 那空中的火球怎么来的呀 掉下来的东西它又是什么呢 您估计想不到 当时呢 开封的各大报纸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 居然同时使用了一个在那个年代 很少有人听说过的词语 啥呢 不明飞行 我的妈呀 不明飞行物 那不就是咱们常说的UFO吗 传说中啊 这可是外星人专用的飞行工具 自从1947年 美国的罗斯维尔小镇 它出现了神秘的飞碟以后 UFO和外星人有关系的这个说法 就在全世界开始走红 随后的几十年里啊 全世界出现了大量的UFO报道 有人说亲眼看到了飞碟 还有人说呢 发现了飞碟留下来的痕迹 甚至还有人说 它跟外星人有的亲密的接触 不过呢 在咱们中国 却一直很少有UFO的暴力 那么 这次发生在开封上空的神秘事件 它是不是外星人想搞下平衡 它不能老是关顾西方 也要来咱们东方的谷国走上一趟呢 随后展开的调查显示 这一次 似乎还真是外星人搞得过 为啥这么说呢 首先 在6月23号那天晚上 看到空中有火球的人 并不止许小镜一个 那要是仅有老徐一个人看到 那可以说是 它产生幻觉 可实际上呢 整个开封市 乃至于整个河南省 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那个神秘的火球 我看 一大片 看着个形象了 可是在都走 正踢走 走到我头顶的时候 我油门有压力 有那恐怖感觉 我吓了 抽点一顿 到最后一日 汪东肥兴 肥兴了一日 看不见没有看见的罗子 听到没 目击者的描述都差不多 都是说那个火球很亮 速度很快 还有巨大的声响 而除了他们几个呢 报社还收到了很多 外地读者的来信 在挨个走访 这些来信的读者以后呢 有记者整理出了一份200多页的母鸡报告 报告显示 当天晚上 整个河南省 包括附近的湖北省 到处都有人看到了这个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的不明物体 那这样一来 人为编造的可能性 那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你总不能说 这么多人都集体产生幻觉了吧 不过呢 这样就能说明开封出现了UFO吗 似乎还不一定 为啥呢 爱看新闻的人都知道 近些年呢 世界各地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一些目击UFO的报告 有的人呢 有照片尾票 还有人呢 提供了视频 得到最后呢 往往都有相关部门和科学家出来辟谣 说什么UFO啊 什么外星人啊 你们眼花了 这些看起来像是飞碟的东西 要不是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弄脏了 要不就是某个探空气球 它失去控制了 甚至还有可能是太空垃圾 它掉下来了 总之 绝对不可能是外星人的飞碟 没错 人们在看到某种难以解释的神秘事物 往往就会习惯性的把他和外星人联系在一起 那这次开封发生的关事 会不会也跟外星人他没有关系 而是什么探空气球啊 太空垃圾之类的东西在空中燃烧了呢 有人言之凿凿的说 不可能1990年6月23号的晚上 经过开封式上空的绝对是外星人的飞碟 说这话的人是谁呢 他又凭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呢 有人认为啊 1990年6月23号晚上出现在开封上空的火球 就是外星人的飞碟 那此人是谁呢 就认为他叫张维民 当时呢是河南大学化学系的学生 一个化学系的学生 他的判断会有说服力 这里呢要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张维民呢 身份的可不一般 在当年他不仅是一位学生 还是原中国UFO研究会的资深会 以前的张维民老觉得要搞UFO研究 那顶多只能研究一些照片 或者是一些不太清楚的录像资料 没想到官方的各大报纸 居然都登出了不明飞行物的报道 还在报道里提到 开封市公安局的人找到了一块碎片 哎一看到这消息啊 张维民他就坐不住了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开封市公安局 我就带着我的中国UFO研究会的会员证 和河南大学的学生证 来到了开封市公安局 一科找到了当时的科长 理科长 他们也对这件事非常惊奇 但是具体产片的 他的性质或者性能 他们也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气去进行化验 张维民来公安局干嘛呢 他的想法是 既然公安局这里有一块天上掉起来的碎片 而且呢他们还没有能力化验 那可以把这碎片给我啊 我可这读化学的 实验室里面有的 他就是这各种仪器啊 说不定我可以解开这碎片的谜团 哎听着张维民这么一说呀 公安局的同志也有点来劲 小张啊 啊这事啊就靠你 你可得给咱们好好化验化验 搞化学的张维民 到底能够化验出什么结果呢 说出来呢挺让人失望 张维民的把碎片带回实验室以后 用遍了所有的仪器 居然测不出碎片里的组成成分 也就是说呀 凡是咱们地球人已经知道的化学成分 在碎片里面都找不到 哎咱们地球上没有的 那岂不就是外星人的东西吗 所以说张维民他也这样想 可他呢很谨慎 没有武断的下结论 当时啊张维民呢 还设想了碎片的各种来历 首先飞机残骸的可能性基本微零 因为事发当时 并没有航班他经过开封上空 那么会不会是火箭上的零件 很多人都知道 发射卫星的火箭在升空的时候 不仅推进器他会分离出来 到后期啊火箭的整流罩 他也会脱落下来 那比如说前几年发射这神州号太空飞船的时候 运载火箭的整流罩 他就掉在了咱们江西境内 把一棵大树啊都给砸坏 不过呢经过调查 火箭碎片的可能性呢也被排除 因为在咱们中国境内 只有三个火箭发射基地 第一个是甘肃的九泉基地 第二个呢是山西太原的发射基地 这两个基地发射的火箭呢 都不可能经过开封 而第三个大名鼎底的四川西昌基地 那虽然他发射的火箭呢可能经过开封 但在碎片落下来的那一天 西昌基地根本就没发射过火箭 后来呢张卫民他又设想了第三种可能 什么呢 航天器 自从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 围绕咱们地球飞行的航天器就已经成千上万 外层空间呢早已经是热闹非凡 但是这些航天器绝大部分并不能永无休止的在太空遨游下去 当燃料耗尽功能丧失 在地球引力作用下仍然会陨落下来 就从空间掉 因为空间的碎片或者空间航天器掉回来 这是很普通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啊 从国际有编号的空间物体大概是两万八千个 那么现在还在轨道上呢 大概是就不到一万个 也就是说有一万多个物体已经回来了 掉到重新掉到大气层里面掉下来 他们呢 因为没有重力维持系统呢 它慢慢的都会掉下来 或者在大气层的层里的部分消失部分掉下来 航天器的碎片 每年呢 它都有成千上万个 那掉下来它也不是没有可能 可这种假设呀 也很快被推翻了 因为开封上空坠落的这块碎片 碎片有一个非常反常的特征 啥呢 您还记得吗 这块碎片刚刚掉落的时候 很多接触过它的人 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当时它那时候这一步是人 它可亮了 没有 炸都没有 人都不是人 潜片一落下来 它们马上都去捡了 那东西是凉的 凭借这个细节呢 张卫民把航天器的可能性给pass掉了 为啥呢 假如说它是从大气层之外进入大气层的 它在进入大气层的过程中 由于它本身都有一个很高的速度 它在通过大气层的时候 它的摩擦是非常剧烈的 但是呢 并没有剧烈燃烧的很低 没错 从大气层之外的太空站 或者说卫星上掉下来的东西 它在经过咱们大气层的时候 肯定会摩擦生热 剧烈的燃烧 那这种碎片 你摸上去也绝对不会是冰凉的 而是会非常的烫手 那这样说来 航天器还有飞机和火箭都被派出 外星人的嫌疑越来越大 可接下来该怎么研究呢 怎样才能找到更加有力的证据呢 后来张伟民呢 又去了洛阳 把碎片交给了洛阳 是一个专门搞材料鉴定的专家 徐国赵教授 徐教授在经验上 显然要老到一些 他用自己的方法一测 居然把碎片的成分给测出来 徐教授说呀 这碎片 他属于一种铝铭合金 咱们人类完全可以制造出来 虽然弄不清 他到底是从什么物体上掉下来的 可既然是人造合金 就应该跟外星人没有关系 差了半天 结论呢 居然是这样 是咱们地球人造出来的东西 不过呢 张伟民倒是没有泄信 他觉得呀 铝铭合金这东西 虽然咱们人类能造出来 可人家外星人难道就造不出来吗 再说了 您看这块 核心的这些外表特征 怎么也不像是咱们地球人制造的物件啊 他没有刷漆 没有地球上的文字 没有锚钉 没有一些能够认定是我们地球人制造的一些东西 张伟民呢 张伟民呢 还挺说过一件事 1971年 在法国的里尔市龙山镇 也曾经有一个火球状的东西划破天空 也有碎片坠落在地面上 后来呢 研究人员发现 坠落的碎片 它是一种铝铭合金 不过呢 他们却认为 这种合金是外星人造出来的 为啥呢 因为在合金里 他们发现了一种地球上并不存在的化学元素 铭的同位素 什么是铭的同位素呢 给您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两个西瓜 外形它虽然一模一样 大小个头呢 它也一样 但是呢 一个有子 一个没有子 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西瓜 那假如这个碎片里面 含的不是铭 而是铭的同位素 那它就从咱们地球人制造的五子西瓜 它就变成了外星人制造的有子西瓜 性质完全不同 通过这件事呢 张伟民他就很怀疑 徐教授他会不会搞错了 把地球上并不存在的铭的同位素 看成普普通通的铭元素 假如说这块产品 它的铭元子 它含的宗旨 和我们地球的美元子 含的宗旨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能够断定 这块产品 它是外星人制造的 不得不说呀 张伟民的怀疑挺有道理 可在那个年代呢 咱们中国人的技术手段呢 还不足以精确的判断 到底是铭 还是铭的同位素 这就让张伟民的研究呢 陷入了困境 当时啊 很多人都在嘲笑他 说那么多科学家都解不开的 外星人之谜 你一个小小的学生就能解灭 简直呢 就是在白日做梦 真的是张伟民在做白日梦吗 告诉你 随后发生的一件恐怖的怪事 很快就让人们改变了看法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张伟民的判断是真的 外星人真的光顾了开封 那么 这件不可思议的恐怖怪事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先回到碎片坠落的那一天 当时碎片就掉落在开封市 砖桥街的24号院 这个院子的主人是两兄弟 哥哥邢志祥和弟弟邢志君 当时呢 这哥俩还在庆庆 碎片只是砸坏了家里的一棵树 和一辆自行车 人没事就好 可没想到 没多久 恐怖的怪事就发生 发生了啥事呢 原来就在高空出现火球的第二年 哥哥邢志祥 好好的突然发病 第二年的 也就是九一年的十一月份 邢志祥感觉到身体不舒服 他就回到了他原先的部落单位 郑州市国民武厂 到国民武厂之后 就支撑不住病毒 当时有这无常局职工医院的胆架 招了几个人把他抬到中央院 抬到医院以后 这事反常啊 邢志祥一向身体壮 吃骂骂香 那怎么突然就到了病危的程度呢 据说当时啊 医生们甚至都查不出邢志祥的病因 就是让这弟弟邢志君 做好准备安排后事 可没想到 一个多星期以后 更加反常的事情又发生 虽然说医院跟邢志祥下了 病危通知书 可是 他觉得奇迹般的 好了 奇怪吧 张伟民当时也曾经去探望过邢志祥 头几天还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的样子 可一个星期以后再过去 就看见这邢志祥啊 他精神绝术 活蹦乱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应该说是这家医院治好 但是邢志祥就能说到 他说 在医院 住院的时候 来了两个人 在两个人走过之后 过了有一个多星期 结果呢 邢志祥的病也好了 我们 这件事是非常 非常奇怪的事情 医生们都治不好的病 两个陌生人一过来 他就好了 这俩人是何方神圣呢 张伟民说 邢志祥一开始还死活不肯说 说你不会相信 但耐不住这个 张伟民连连追问 那么邢志祥 后来才告诉他 原来邢志祥跟张伟民说 那是在一天深夜 他正睡觉了 一道绿色的光闪过之后 两个陌生人 就无声无息的出现在 他病床前了 这两个人呢 大概有两米高 穿着白色的衣服 他们的脸是灰色的 他一看 所以说不是我们的人类 这两个人呢 就给邢志祥说 说跟我们走 邢志祥呢 他的理解是 要到另外一个事情去 他跟我是这样说 所以说 他说 我现在还不能走 我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安排 等我把我的一些 后子安排了之后 我可以做 结果呢 这两个人 也就没有 勉强啥 这番话 把张伟民听得 那是直冒了看 为啥呢 你想 邢志祥一个工人 他没啥文化 估计此前呢 都没听说过外星人 可他描述的 那两个神秘人呢 两米高 白色衣服 灰色的脸 听起来确实不太像 咱们地球上的人类的 更像是很多 UFO目击资料里面 提到的外星人 而且 两人一来 瞬间就把医生 判断的绝症 给治好了 这除了外星人 还有谁能做到 所以 张伟民 包括他身边很多人 都认为 1990年6月23号 那天晚上光顾开封上空的就是外星人的飞碟 行家老大离奇发病 包括后来的突然康复都是外星人在搞鬼 这么一来呢 张伟民的干劲又上来了 又开始研究起那块神秘的碎片 事情都这么明显了 还研究这碎片 有意义吗 当然有 因为 邢志强虽然说他看到了外星人 可毕竟是一家之业 还是有很多人不信 那张伟民就觉得 只有证明这块碎片 的确是外星人留下来的 才能够堵住大伙的嘴 那么 后来张伟民的研究有啥新的进展吗 来 关于这块碎片 的确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不过呢 不是张伟民找到了 而是航天部门的高级专家发现 开封623神秘事件发生的16年后 碎片被交到了航空部门的朱军辉专家手里 对于这块碎片 朱专家非常重视 很快给出了详细的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没什么方式 因为这个材料呢 是我们现在航空航天用的一个 比较普通的材料 这种材料本身是不含有方式性元素的 我们基本断定呢 这种材料就是普通的铝合金 主要成分是铝 然后除了铝以外呢 第二多的材料就是铭 因为它是属于铝镁系合金 煤辐射 只是一块铝镁合金 这结果呢 跟张伟民曾经做过的建议完全一致 那它里面会不会有什么 人类至今没有发现的成分 比如说像美的铜微素之类的呢 哎 再次说到这方面 朱专家他就笑 说什么铜微素 什么外星人 没普的事 把它这个成分分析出来以后 和咱们现有的材料手册 独一对照 结果就判断它是 牌号为5A06的 那个铝合金材料 这个产品当中 有人那边也发现的元素 或者是铜微素吗 从这个材料分析来看 我认为是没有的 因为这是咱们 就是地球上所有的一种材料 如果能发现 那我们不就得到边儿减了 连材料的编号代码都给找出来了 这碎片明显不可能是外星人造出来了 不过呢 有些细心的观众可能还记得 朱专家说这块碎片是没有放射性的 那邢志祥当年的病 那又是怎么得的呢 没有外星人的帮忙 他后来怎么又会突然好转呢 这也是个问题 因为邢志祥已经过世了 咱们没法再去找他核实 不过呢 关于这件事 当年给他治病的罗医生 倒是记得很清楚 从罗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 邢志祥的病完全是医院给治好了 那当年邢志祥为什么会说是外星人帮他治好的呢 难道只是他的一个幻觉 这病人就是说在这个住院期间 神志会不会有时候会不清晰 会不会产生一些幻觉 他不是住院期间神志不清 他来的时候神志就不是很清楚 神志不清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解释了 专家说在邢志祥住院期间 医生每天都要穿着白大褂查房 有些高个子的同事还会经常来看他 所以完全有这个可能 那就是邢志祥把他们中的两个当成了那两个所谓的外星人 说到这专家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发生在开封的623不明飞行物事件 包括掉落的那块碎片都跟外星人无关 可这张卫民呢 还是不答应 为啥呢 他觉得这件事里面呢 还有几个很大的疑点 首先专家说碎片是5A06号铝合金 却又说不出这个碎片是什么类型的航天器上 是哪个具体部位上的零件 其次碎片刚刚掉落的时候呢 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摸上去很凉 可到目前为止啊 世界各国都没有凉的航天器碎片的记载 那关于这一点 科学家也没有给咱们解释清楚 所以在张卫民和很多人的眼里 看来开封的623神秘火球事件 仍然是一桩难以解释的世纪谜团 真相到底怎样呢 说句玩笑话 就算是开封历史上那位有名的断案高手 包青天老包复活了 估计他也只会反复说一句话 云芳 这是你怎么看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